过了什么男人能让恶魔也闻风丧打 小阿别哭了 我已经把小羊娘做的他亲妈都认不出来 此时阿萨谢尔这个男人表面上是私家侦探 但实际上他可以召唤恶魔帮他破案 而这三个小玩意就是男人召唤出来的恶魔 平时替他打工 没工资还经常被CPU 所以小恶魔们打算造反了 这只牛牛就是他们从地狱带来的帮手 在第一季中牛牛摩洛克已经被神给收了 但是死后的牛牛却被做成了周边 一时火爆全球 临走时贝尔瑟布布也顺走了一个玩偶 说要让地狱里的朋友也开开眼 要问这个牛魔王是谁 他是摩洛克的弟弟之一 由于摩洛克到了人间形象变得过于可爱 而使整个牛祖寿了 为了挽回群组名声 牛魔王决定亲自去人间找戒边算账 还威胁阿萨谢尔他们说 要是不带他去人间 就要把他们大蟹八块 阿萨谢尔急了 说你可不知道戒边是什么人物 那简直就不是人了 到时候恐怕被大蟹八块的是你 牛魔王顿时来了牛脾气 说他才不信这个邪 贝尔赛布布却说他也正打算把戒边干掉 干脆一起吧 于是牛魔王假扮成玩偶跟了上来 突然牛魔王感觉到了一股杀起 突然牛魔王感觉到了一股杀起 牛魔王感觉到了一股杀起 男人叫戒边 一进屋就察觉有异样 贝尔赛布布的魂都被吓飞了 谎称办公室里钻进来一只猫 助理左威一进门也觉得欺压不对 然后就全被老板给轰出去了 此时办公室里只剩下戒边和假扮成玩偶的牛魔王 你现在要做了 你现在要做了 來吧 死於 逃避開 什麼… 這就是藍蕾的地步 炒了 但是戒鞭也没有想到 这只牛牛竟然是阿萨谢尔假扮的 牛牛虽然免于一死 但是吓得一夜白头 不知情的左威和小孩发现 这怎么还有一只白色的限量款 于是第二天就给卖出去吧 这个少年因为菊花上又开了一朵花 被拉到医院 当听说钢肠科做诊的是卫女医生时 少年和两个小恶魔齐齐感慨 得知疮太好了 外貌协会出身的少年 拒绝了医生的检查要求 但是胳膊怎么可能拧得过大腿呢 这时又来了一位血流成河的患者 这个患者由于坚决不肯做痔疮手术而出了名 绝强的光头墙大叔安排到少年的病房 少年也很担心问大叔你还好吗 光头墙却说你体会过绝望吗 然后光头墙就给少年讲了自己的故事 几年前光头大叔在中东打工 他的工作室排暴手 危险系数极大 一个不小心剪错线这辈子就过去了 即使工作压力很大 但是他都没有退缩 因为当他看到当地孩子们那纯真的笑脸 觉得一切都值得 尤其是一个叫天波的小男孩 每天黏着大叔和你年纪也相仿 看到你我就想起了他 小孩很紧张地问 天波还活着吗 大叔却难过地说 都是我的错 那天村子里发现了一颗巨大的哑抱蛋 非常危险 能把整个村子都依为平地 小孩紧张极了 问是炸弹爆炸了吗 大叔表情凝重地说 是的 但是是我屁股上的那颗 大叔瞬间射死 还沦为了全村的笑容 从那天以后 大叔就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原本以为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结果是一个全世界 只有大叔一个人受伤的故事 医生姐姐忍不了了 手术饮饭了 今天必须得割下一个菊花来 少年却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事出反常必有妖 大叔这么绝望绝对有问题 于是他追了出去 果不其然 大叔身边有鬼 人鱼的妈妈病了 医生说他快不行了 就只剩下300年的寿命了 人鱼妈妈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看到女儿早日成婚 为了完成妈妈的心愿 人鱼去找借鞭辞职 没想到借鞭十分冷淡地就答应了 人鱼的内心又开始不平衡了 突然人鱼听到左威说要去参加联谊 立马火冒三丈 说我妈就只能活300年了 你还有心思去参加联谊 下一秒人鱼说 听说一起去联谊的女孩已经有了男朋友 人鱼又开始发飙 而组织联谊的漂亮女孩 却突然抓到男朋友在和别人偷偷约会 女孩忙着吵架就说不去联谊了 这正中人鱼吓怀 排除了最漂亮的女孩 这场联谊的最大赢家飞他莫属 此时 一个天使出现了大学校园 他隐藏在这里很久了 听到两个帅哥同学说放学后要去参加联谊 他一脸不屑 心想你们这些人类能泡妞还不是托我们天使的福 结果他也被抓来参加联谊 毕竟他更能衬托出帅哥的帅气吗 联谊会上 两个帅哥直到看到左卫才觉得这趟没白来 他们忙着跟美女搭话 旁边的人鱼又开始生气 为了安抚人鱼 左卫只好随便找了个话题来打破尴尬 左卫问人鱼周末都做些什么 而这却戳通了人鱼的内心 他根本没有周末呀 平时要给戒边无偿打工随叫随到 周末还要照顾生病的妈妈 人鱼越说越伤心 说要不是因为自己是独生鱼需要传宗接代 否则他才不会参加联谊 眼看就要变成了卖惨大会 旁边女孩傲人的身材突然吸引了所有男士的注意 尤其是天使 心上好像像中了一枪一样 人鱼又抓狂了 动用了法力 这一切都被天使看在了眼里 看来今年的KPI要提前完成了呀 人鱼突然注意到男人用一样的眼神盯着自己 这误会可就大了 这对正在约会的男女各自心怀鬼胎 男人是打天上来的天使 为了干掉恶魔假装喜欢身边这个女人 而女人是从地狱来的人鱼 为了妈妈的心愿想尽快结婚生子 在感情中屡败屡战的人鱼 遇到这种货色也在极度忍耐 约会迟到 说马上到去让女人又等了几个小时 说是带女人去吃大餐 结果排队排到兔吃的却是最便宜的拉麦 直到最后男人向女人打听他的漂亮同事时 女人终于爆发了 前面说过 男人的真实身份是天使 当他无意中发现人鱼这个恶魔时 决定用爱情公式先把人鱼拿下 然后再从左卫那里搞到魔导书 这样任务就完成了 天使赶紧上天告诉神这个好消息 还夸夸气谈说那个恶魔疯狂的迷恋上了 自己打算用男人的魅力把魔导书拿到手 没想到一桶冷水直接泼了下来 原来在天界根据天使的不同级别严格决定了与异性交往的方式 而这个天使是最低级的童天使 即使是默默女孩子的手也是要触犯天条的 最终神还是决定给童天使一个机会 而童天使也按下决心一定要争口气 于是他向人鱼提出了约会邀请 人鱼得意地跑回侦探所炫耀 戒边听了不以为然只是叮嘱人鱼小心点 别被人给骗了 同时安排佐威和阿萨谢尔暗中保护人鱼 约会时天使种种作死行为终于惹入了人鱼 人鱼一生气就要有人倒霉了 果然 被人鱼妒忌的佐威一下子老了二百岁 佐威赶紧去劝说天使把气跑的人鱼追回来 只有人鱼感到幸福了 魔法才会消失 为了魔导舒服 天使赶紧追了上去 并且撒了瓶声最大的火 魔导舒服 别动了 别动了 我必须要求你 为了小兵和杰鱼 我必须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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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鱼太感动了 直接就来了个kiss kiss 没想到天使直接献出了原型 我必须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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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触犯了天条的天使也遭到了天使 不仅要求你 我必须要求你 我必须要求你 你让我求你 我必须要求你 你爱一个男人 甚至是天使 我必须要求你 我必须要求你 这年头连地狱里的恶魔都卷起来了 因为男朋友不上镜 女朋友直接一拳差点送他去见上帝 没办法 打不过就加入 男人只好回人间去上班了 没错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美男子 一到人间就变成了这富贵样子 无故矿工好多天领导到也没生起 只是告诉他 在他缺席的这些天 事务所里来了新恶魔灰太阳 阿萨歇尔听说自己要被取代 玻璃心碎成了渣渣 直接就想躲回地狱去 但是没想到新来的恶魔竟是自己的目的 几句夸奖之后 阿萨歇尔突然来了自信 当场收下了这个徒弟 这次他们要一起去处理 让丈夫和外遇分手的温度 阿萨歇尔跟进去几个小时 却只顾着看热闹 完全忘了办正事 阿萨歇尔信心淡淡说 这次会用出绝招 断子绝孙术 保证完成任务 结果除了发现男人是个海王 又是一无所获 佐威彻底失去的耐心 便派灰太阳去解决问题 灰太阳的法力是让人做梦 在梦中大叔遇到了各种理想性 理所当然再也不会对现实中的任何女人感兴趣 回到事务所 阿萨歇尔的妈妈和女友一起跑过来问候 作为工作奖励 佐威为灰太阳端上了一盘上好的肥牛 而给阿萨歇尔的却是一块买肉食赠送的牛油 咦? 刘萨歇尔的却为外公家 最近既然这下一次 不要说我的 这是有史以来最惨的恶魔 她刚刚目睹了女朋友的背叛 自从事务所来了这个年轻又能干的新同事 阿萨歇尔就被打发去扫厕所了 不但如此 新同事还收买了自己的老妈和女朋友 有时甚至把阿萨歇尔的工作也抢得做完了 阿萨歇尔似乎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人 当然她不是没有过挣扎 为了赶走新同事 她偷女同事的衣服 把大**在老板桌子上 想嫁货给新同事 但是一切都无济无事 直到这天她亲眼目睹了女友的背叛 一切都完了 原来新同事已经察觉到了阿萨歇尔的物理 于是先下手为强 这只不过是她赶走阿萨歇尔的其中一个阴谋罢 而阿萨歇尔女朋友也是被迫的 新同事只是想借此彻底摧毁阿萨歇尔 阿萨歇尔心如死灰 她站在桥边准备了结自己的生命 正好老板借边路过 原本以为老板会安慰阿萨歇尔 但是没想到老板却选择了事不见 为了引起老板的注意 阿萨歇尔甚至站在了车流当中 嘴里还说着你不要再劝我了之类的 没想到一抬头老板已经走出二里地 阿萨歇尔连忙追上去跟老板诉苦 他原本以为老板会挽留 没想到老板却说 可怜的阿萨歇尔却并没有被激将法所激烈 反而是过于绝望而掉进了虚无之境 而且有可能再也醒过来 上集讲到阿萨歇尔爱情事业 遭受双重打击而一绝不振 从而陷入了虚无之中 在那里他遇到了另一个自己 这个就是自己的黑暗面 黑阿萨歇尔告诉他 你是因为中了戒边的封印术 才会变成这个德行 连狗都打不过 不过你也别太难过 老板妈都是这样 用完就扔 如果你能和我合体 就可以变成超级阿萨歇尔 见阿萨歇尔还在犹豫 黑阿萨歇尔给他看了他昏迷之后 大家的反应 当他看到左威和其他恶魔都很伤心时 他竟然笑出了声 直到看到大家商量怎么处置他的肉身时 他才彻底坐不住了 大家都说自己没时间照顾 所以干脆扔到公司的仓库里 任由他腐烂吧 阿萨歇尔彻底被激怒了 而愤怒则是恶魔力量最大的来源 阿萨歇尔一把撕下了封印和黑暗面合体 就在阿萨歇尔愤怒地想把一切都毁了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及时出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女朋友的用心良果 他为了激励阿萨歇尔成为魔王 和灰太阳演了一出好戏 阿萨歇尔一听 转身就去地狱找灰太阳算账 说完了再来收拾你们 阿萨歇尔回到老家感觉浑身都不一样 肌肉也似乎更有力量 看来小羊羊今天是要变考全羊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阿萨歇尔这一去又失联了 灰太阳却说他根本就没见到阿萨歇尔 直到最后贝尔赛步步把躲回家里的阿萨歇尔给揪了出来 原来就在那天 阿萨歇尔怒气冲冲地打算去把灰太阳的屁股踢烂时 路上遇到了几个拦路 非要收过路费 阿萨歇尔本想先拿他们几个试试手 没成想自己反而被暴打那对 原来自己的力量变强了只是错觉而已 于是阿萨歇尔的玻璃心又碎成了一地渣渣 女朋友说别难过 小阿 我去去就来 至此阿萨歇尔第二季就全部结束 也是整个番的结束篇 据说事情节越来越没有下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 来